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4月澳门都会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展 提升社会大众对国安新形势的了解 消防局一直是十分重视本局人员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除了定期为本局人员进行教育之外 也会积极地组织人员去参与特区政府 就国家安全所举办的相关战断活动 值此加群本局人员对于国家安全有更全面和更深入的理解 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 以及明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为了被青少年对国家安全有更深入的认识 局方也组织了本局的救护小先锋 去参与有关国家安全的相关战断活动 值此令他们明密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提升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和社会的责任感 这个国安战之后 我就觉得我们要为维护国家安全 做出一些贡献 还有要爱国爱澳 大家都要齐心合力去维护国家的安全 而我看完这个国安战之后 都知道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全国人民的一个站 为了更好地维持社区安全环境 消防局一直秉持以防为主 防消结合的工作方针 为了完善相关防火法律 第十五邪惑2021号法律 楼宇及场地防火安全的法律制度 已经在2022年8月17号起正式生效 新法律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了 本路、楼宇及场地防火安全方面的法律制度 强化了社会和公众的防火安全责任 更有效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新法律已经赋予了消防局具有监管权和处罚权 并且已经明觉区分处理疏散通道上障碍物的权限 未来消防局将会持续进行消防安全的巡查 对违法行为进行执拔 也会继续深入社区 做好新防火法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展望未来 透过推广一系列的宣度工作 新法律的推出 以及持续优化车辆装备和救援技术 大大提升了澳门的社区消防安全系数 以应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消防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